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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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讓天王悠悠驕 老饕最強 私藏美食來了 它是整隻的養腿 它先用火槍烤過之後 然後再去堵 再炸 然後撒上他們獨特的香料 再沾它獨特的辣椒水汁 糟糕 新疆香豬羊 你年紀那麼大吃 會不會太辣 新疆不會附和不了 好辣 怎麼了 龍蝦炒河粉 龍蝦炒河粉 台灣的野生大龍蝦 每一隻都知道是一斤半起跳的 是我吃過的 龍蝦炒河粉麵 最好吃的一隻 牛肉 然後滾上這個稻草就對了 是 這個滷汁 這個滷汁 這個滷汁就是滷煮過 這個牛肋排的汁 去濃縮而成的滷汁 那個汁 好甜 好好吃 很突然 這個很讚 歡迎收看 牛肋排 牛肋排 一手 厲害 今天左右兩邊 來了各三位的好朋友 對不對 來 介紹一下 都是老湯包 沒有 我不是很會做菜 但是 真的 就是很會吃很重要 對 妳不見得是一個畫家 但是妳必須是要有一個賤賞家 第二位謝忻小姐 嗨 大家好 我是最會吃的外景小公主 黑妤 她已經用她的外型 什麼 呈現 呈現一個職業傷害的感覺 對 好像有職業傷害關係 加油 每天都在平常美食 很好耶 對 能吃就是福嘛 開心 站在這位旁邊不得了 他本來是位名廚 對 自從被浩然 落敗 王中平的老婆 余浩然 因為一個豬排 對 豬排 有沒有什麼超大 什麼什麼藍帶什麼豬排 有沒有 結果落敗之後 變成 太可憐了吧 歡迎郭泰王先生 不要再勾起我傷心的往事 了解 經過那一席之後 我變得更好 所以我是懂得吃 也要懂得煮的 也要懂得煮 來 再來介紹這邊 右手邊 好 我們的JUGGLE JUGGLE 愛之愛料理的愛妻人夫 來 趙妹妹妳講一下 基隆好吃還台南好吃 因為謝忻是基隆人 所以我覺得台南比較好吃 所以基隆好吃 有個對稱的感覺 有個對稱的感覺 有火藥味了 當然是基隆對不對 基隆怎麼樣 怎麼樣拿出來比 不要這樣啦 我來我來 陳德烈 哈囉大家好 我愛做菜 也愛吃東西的陳德烈 德烈是有做菜節目嘛 有之前做菜節目 也出那個書 也有出食譜書 但是那個基隆比較好吃 還是台南 台南嘛 講清楚 陳德烈 我覺得真的 對我來講都好吃 賣厚藍 真的 好觀察 但是基隆比較近 開個車就到 對不對 對嘛 但是台南比較舒服 坐個車就到了 一個是開車 一個是坐車 而且台南沒有謝忻 今天這個人講話 是沒有公信 想投票 想投票 美食殘酷二選一 現場七位來賓 投票選出最想吃的料理 較少數的那一方 將無法品嘗美食喔 B站 江偉文對上最會吃的寶媽 好啦我先來 因為我比較年輕一點嘛 對不對 不要有壓力 比較之前 所以我先講 好 比較厲害的後面講 這個推薦出來 我跟你講當仁不讓的 推薦這一道菜 其實是由台灣的這個 脆皮叉燒 19歲他又登上了 燒辣主廚的一個天才主廚 台灣人 他是香港人 他在台灣發明這個脆皮叉燒 等一下 你在寶媽面前要講港式料理 對 我心想說 往死裡打 脆皮叉燒 在我的營攤裡面 你怎麼敢在我面前講脆皮叉燒 今天拿出來絕對不是脆皮叉燒 對 對 我講這個 寶媽其實也認識 他在台灣主理這道 私房的一個 稻草稀屍牛 非常堅持 全台灣的粵餐廳 只有這一家有 這一道菜 所以他是 特別 一般我們這個叉燒是豬肉 但是我講是牛肉 香港的朋友有些知道 有些不懂 除非是已經有年紀的大主廚 是 才知道什麼叫七六肉 寶媽會不會玩百家樂 我會 你六點 然後你的對手七點 是 這叫什麼 叉燒嘛 不是贏一點 那個術語叫叉燒嗎 只有七贏六的時候叫叉燒 所以七六肉 就是叉燒啊 就是古製的叉燒肉 憲哥我現在可以介紹我的西絲牛 你可以回去做嗎 你可以介紹我的西絲牛 你可以介紹我的西絲牛了嗎 我現在完全沒有人要講叉燒 可以嗎 台灣最懂吃的主持人 你講 西絲牛怎麼又好 你應該要做 你才必須要做 稻草西絲牛呢 這道菜是因為我們中國 爐煮煮 加油 是用美國的牛肋排 用稻草捆綁住以後 放進滷汁 滷了三個小時以後 所煮出來的一道 非常好吃的一道 光說不練是假把戲 咱們直接看你的VTR 好不好 拉一下 直接看一下 可以看到 嘻叢 多久 我們會讓你來看 有請 我會讓你來看 有請 有請 在座 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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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掌聲先給他鼓勵一下 好猛喔 我們這個節目 剛剛我那一段插招可以幫我剪掉嗎 ODI有沒有看到他這個 拍的真漂亮 拍的太好了 再配合上這個orchestra 有沒有這個交響樂 比料理東西君還要好 真的 哪有舌尖上的中間 哇那個很厲害 有沒有看到 寶媽也要先上去 今天要推薦的是什麼 我今天要推薦的 脆皮插招的發明人所做的 脆皮插招的發明人的師兄 厲害喔 搬出師兄來了 師兄 然後呢 他們當初是一起過來的 大師兄 對 他們一起到台灣來 然後一起在台灣娶台灣的老婆 那他們的師父就是 那你這個可能會 二師兄 二師兄是不是 對 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是 其實刀工非常非常重要的 叫做一刀肉 一個 他這個肉片切下去是完全不能夠斷的 非常非常 因為重要的是刀工 不過寶媽你有沒有發現啊 因為我昨天才從香港回來 是 我突然昨天有個想法說 哇廣東菜真的博大精深 就是 其實廣東菜就是法式料理 你不覺得嗎 是嗎 太麻煩了 太煩了 他的功 像我啊 手錄菜的感覺 我從小學香港廣東菜 所以我很會悶的菜 那你知道悶的必須要時間 然後必須要用心 然後會慢慢一道 一道 一道的那種程序 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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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所以你們就是不夠細心漂亮 我聽寶媽介紹這道菜 是 我就知道 對 完全沒有 他精神變得更好 對 整個人變 感覺下去 母丹花開花了 漂亮成這樣 散發出那種心 妳在看VTR嗎 一邊 相親頭有哪兒 沒有你 寶媽 寶媽 寶媽冷靜一點 寶媽好配合 寶媽好配合 不會 我覺得 妹妹 妳 大家都不用擔心我 大家都不用擔心我 該擔心的是 王建銘 下線的 正在3A 對 王建銘 要加油了 再投不好 再一局被打爆 我們來看VCR GO 來 自己Q 自己Q 你 你 擔心 你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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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擔心 你 我 你 你 擔心 你 擔心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的 你 這屬於客家的 對 當然也算廣東 但是因為廣東也有客家人 那還是我也吃 也要吃 不好意思 我們這 你要吃要等一下 你什麼時候來的啊 主廚 主廚 我想說 還自己帶的餐盤 等一下 我想說他沒落帥 他就要來吃 要錄完才能吃 憲哥 你以為人家是在排Buffet 有啦 要幫忙撿 嚇一跳 他要幫忙撿 然後這個醬就被人淋上去了 幫忙憲哥 那他煮的啦 今天就在這裡啦 所以你看 他每一個人一份 他這一個是完全都沒有斷 然後他 這個就是那個嘛 台灣的應該要 胡咬豬嘛 他就是因為你看 他是一個香港來的主廚 他想要融入我們台灣的文化 美食的文化 他就把廣東的菜融入進來 包括客家菜 然後包括他的刀工 然後再來就是掛包 這樣就對了 好不好 東西 我跟你講 見慾熱他就三分贏了 有沒有看到 人家說這個 討到媳婦 好壞也三分燙 好壞也三分燙 對不對 媳婦虐待你婆婆 還幫他講 沒事 好壞還有三分熱 所以憲哥你這樣講的時候 已經都涼掉了 老婆 老婆 老婆要走的話 那我就每天就沒菜可以吃了 所以做人的媳婦是很感慨 對 做人的媳婦就知道你 拖花去睡覺炒炒去 有又煩惱嫁不生 有又煩惱阿嬤 有又煩惱阿嬤 煩惱小股不嫁不嫁 煩惱小股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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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那有歌我也會唱 好 我們剪一下 我們剪一下 我們還在錄影 可以了 他的主廚 就是這一位是吧 對 對 有人稱少林足球大師兄的 楊華志 野頭宮 好像大師兄 這個牛肉都是稻草香味 哇 很熱耶 對 而且你知道他這個肉 他一定要綁得很緊 很緊他的肉煮起來才會有彈性 都行寶媽 這個菜是他的耶 我忍不住 沒有辦法 你看那個蔣瑋文 你認真一點好不好 我很認真 我不想影響他 對 外舉不必醜 不好意思 我要煮吃一下 對 好 這個骨頭要一拔而出 我好想拿這個牛去沾那個掛包吃 哇 他還不錯 我跟你講 肉 肉不能吃 傻肉 傻傻的肉 一定要像這種 在骨頭上面的肉 對 一定要黏住的那種 對 我試吃完之後 你們才總共有7票 你看他的肌肉 你看 肚肉分離了 非常嫩 嫩嫩 嫩嫩 好嫩 好濕 好濕 流口水了 流口水了 真的有酸味的 真的有超酸味 對不對 只有我一個人要吃 軟嫩多汁 憲哥 這一定要喝一下那個醬汁 那個醬汁 那個醬汁 哇 太大怪 我怕傷你們太重 我就輕輕吃一邊好不好 來了 濃濃的稻草味 怎麼樣 非常軟嫩多汁的稀石油 軟嫩 欸 還有那個 感覺像肉粽葉包在嘴底 那是稻草的香味 超好吃的酥脆辛香羊腿 憲哥吃了驚為天人 它是整隻的羊腿 它先用火槍烤過之後 然後再去補 再炸 然後撒上他們獨特的香料 再沾它獨特的辣椒水吃 完了 好 辛香酥羊腿 會不會太辣 心臟會負荷不了 脆脆的 好辣喔 怎麼那麼辣 太誇張 你對辣的反應 你好突然喔 會不會辣 改變我對新疆烤羊腿的觀念